先开启那个我们范例档里面的 这一个第五个 寻找与参照函数练习 那 另外呢我们有综合练习第二题 要额外开启的是在 在这里啦所以你如果说需要的话 等一下可以从这边去开启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H2Cup那H2Cup实际上 跟那个V2Cup很像 其实跟那个所谓的 index也蛮像的啦 比如说呢我们今天需要做什么 假如说像这个范例里面是 左边跟右边的 左边的部分呢其实是一个资料来源 它有点像是资料库里面的资料 右边的话呢是一个查询的界面 也就是你填了什么资料之后的话 你可以查到你要的东西 那一般是把它分开来的 也许是分在另外一个工作表 那因为我们范例是把它放一起啦 所以要不我们干脆新增一个工作表 然后呢把它拉到前面好了 这个把它改成叫 这个叫查询界面好了 把它分开来好了 比如说一般是把它分开来 查询 查询界面好了 OK 那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以增加一个工作表 然后呢把这边的 查询的部分 把它剪下来好了 把它剪下来好了 放在查询界面的B2 我空一列一栏好了 OK 然后稍微把它分开一些些 那也就当我今天输入一个查询编号之后 我可以自动在那个lookup里面呢 找到比如说这个005这一个人 这一列啦 这一笔记录啊 这一笔记录里面的他的其他的姓名啊 或者是总销料等等的这些东西 那我要可以自动帮我带过来 帮我放在这边 有点像那个什么呢 像之前就蛮多同学说 老师我会输入一个资料 然后他可以帮我带出其他资料 比如说像这边005好了 那其他资料怎么带过来 一般各位很想到的 当然都用V2函数啦 不过V2函数这个地方也可以做得到 不过我们在讲V2函数之前呢 我们先讲那个用lookup好了 那lookup函数的话呢 怎么做 首先我要查姓名的话 插入函数里面 那你可以从那个类别里面呢 找到检视与参照 检视与参照里面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里其实很多啦 包含比较常用的像什么 像index这个也蛮常用到 像什么indirect 这个也蛮常用到的 lookup 那这些的话呢 都是让你可以怎么样 去做资料查询 比如说我今天给一个编号 我希望把姓名 一直到业务水准的其他资料 查过来的话 那这里我们可以用lookup按确定 OK 然后直接按确定好了 用预设的这个 这一个参数好了 那这个参数的话 第一个你给它什么 它的编号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呢 你要在哪边查 一般的话呢 我们会是在什么呢 lookup里面呢 去帮我查什么 查编号的范围 那一般编号的范围 请注意 不要去选到编号的栏位 选那个编号下面这个范围 那也就是说呢 我的要查的东西 编号是005 在这个范围里面呢 它是排第几个 OK 那排也许往下来 排到第五个 那第五个呢 旁边这边有一个 就是result vector 意思是说呢 那在相对的位置 里面呢 你可以帮我把 这个刘宏钧抓过来 特别主要 下面这个result vector的话 意思是说 你再选取lookup 然后呢 再去选姓名 不过特别主要 这个时候选的是 选姓名的范围 那它会自动帮我 把这个范围里面 第五个 帮我抓回来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发现 它会把刘宏钧抓过来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我把它常用里面呢 置中一下好了 这边都放中间好了 把它置中一下 OK 那总销量 跟名次啦 业务水准 基本上呢 这个跟公式 里面 当然你可以发现 大致上的差别 只是说怎么样 上面的公式呢 本来是查的是B栏 把B栏改成C栏 一直在推 那这样的话呢 其他的总销量 一直到业务水准 也可以查出来 所以一般比较快的做法是这样 把它复制一下 这个公式里面 然后把它贴上 分别把这个B 因为查回来 姓名是在那个B栏嘛 那总销量是在C栏 所以你可以 再把这个地方做修改 也就是查到的编号相对位置 去帮我查总销量 并且把总销量带过来 然后也把什么呢 也帮我把那个 再把什么 名次 名次在D栏 所以分别把这个地方改成D栏 它会到D栏里面去找相对位置 也帮我把名次给带过来 那另外的话 你也把什么业务水准 所以D再来改成1 好意思的一推 那全部改完之后的话 我们按打勾 OK 你会发现呢 如果我今天输入是005 它会自动帮我把005 这个刘宏钧的所有资料呢 全部带过来 刘宏钧这些所有资料带过来 那基本上应该是正确的啦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更改了这个 这个查询编号 比如说我输入001的话 按个Enter 你会发现 下面带过来资料怎么样 就会被更改了 有没有发现 那因为呢 底下的这四个资料 它的来源 它的查询条件 是来自于什么 C2 所以呢 如果我的C2变更的话 那也就是说呢 其他的资料呢 也会跟着变更 OK 那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 我就可以很方便啦 如果我今天这个地方 查询的编号变更之后 它就会自动帮我去查 别的资料过来 不过但是有个不方便的点 怎么样呢 你可能要必须修改的话 还必须自动自己在输入啦 不过一般 假如我希望呢 能够在这边做一个所谓的下拉清单 因为如果你下拉清单的话呢 最好是可以做一个下拉 然后一拉之后的话呢 自动帮我把什么 lookup这个 从那个lookup里面呢 去帮我找编号里面 所有的资料呢 帮我放在这个下拉清单里面 这样的话呢 那我会更方便 为什么我下拉之后 我就不用知道说 我编号到底有多少个嘛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能够把什么呢 这个地方的编号 自动帮我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这要怎么做 其实这边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要做一个下拉清单的话 不知道各位熟不熟悉啦 在这个资料里面 有个叫做资料验证 如果你要做下拉清单的话 资料验证里面呢 就会有个清单功能 但是呢 清单功能的时候呢 它会需要你提供什么呢 第一个当然你可以在资料验证里面 找到清单 第二个的话呢 你的来源部分 你必须要告诉他 你的那个编号的来源在哪里 那一般的话 你就选取LOOKUP里面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跨工作表的话 它这个时候没办法点选 OK 所以怎么办呢 一般我是比较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要建立一个什么呢 来源的话 请你先选取编号 一直到底下的资料 再利用公式里面 有一个叫从选举范围建立 那因为呢 我的名称 在这个上方 特别重要选的时候 请你包含那个编号 一起选取 那打勾的话 特别注意 这个是从什么 公式里面的 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记得要打勾 因为我的来源 名称来源是从顶端列而来的 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在你名称管理员里面 会多一个编号 这个编号指的就是 A3到A10 那我要变成一个下拉清单的话呢 我可以怎么样 点选它 然后资料里面的一个资料验证 记得从这边 清单里面呢 那刚刚如果有一个名称 特别注意 有个很好用的功能 今天按F3 不过这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F3之后的话 它就会跳出什么 编号 那也就是说 以后呢 你直接按F3 那刚刚不是有设定一个来源吗 那个来源就是编号 它会自动帮你去转换到你刚刚指定的范围 按确定之后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下拉清单呢 就被自动建立起来 那如果你现在选003 它会自动把吴丹雅这个人 把它带过来 004的话呢 会把张宏才这个人相关资料带过来 OK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能够很便利的 去做资料查询的话 那我只要怎么样 把那个查询界面 建出来 然后并且做一个下拉清单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做查询的动作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呢 先做几件事 第一个 我这个lookup的本来 查询界面是在放在这边 那我是把它搬到哪里呢 搬到前面 建一个工作表给它 然后我是把它贴到那个B2的储存格 B2储存格这个地方 再来呢 就是利用那个lookup的函数 去做查询 OK lookup函数去做查询 然后呢 并且利用那个 我们在资料里面有个资料验证 然后来源是编号 编号部分的话呢 是从那个 从选取范围建立 我是从这个地方 特别这个地方 然后用公式 所以特别注意 因为有些同学对于那个 资料验证比较不熟悉 这个我想 因为这个功能还蛮常用到 而且非常好用 所以特别注意 你就先在这个公式里面 从选取范围建立 记得是顶端列 再到那个查询界面这边 然后利用什么 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特别注意是清单 这边记得 如果说你要把刚刚的编号带过来的话 记得那个F3 这个F3的部分 把它按下去 它会跳出什么 跳出这个 假如这没有 F3 它会跳出什么 你有曾经编号那些 反正你有加上那个名称的话 它全部都会跳出来 利用这样的方式 来取得资料来源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说你用选取 选完之后 那个范围 你根本看不懂 但是如果你用名称的话 一看就知道 这个名称是代表什么 会比较清楚一些些 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就是把那个lookup 做出一个查询的 一个简单的界面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当然呢 这个地方呢 用lookup之外 你想说 老师那这个地方呢 那能不能用lookup函数来做 当然可以啊 OK 如果说你用lookup函数来做的话呢 要怎么做 OK 我lookup函数特别注意啊 那lookup函数有一些限制哦 刚刚我讲过啊 它的查询呢 只能够查第一栏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同学啊 搞不清楚 那个到底lookup函数 它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所以常常 会想说啊 那我要查这 我就想到lookup函数 可是有些时候啊 那个资料 如果假如你要查的东西 它并不是在第一栏 就不行 所以还好这个地方呢 编号是在第一栏 所以第一栏呢 就可以用VIRUS函数 那如果说 像我同学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查姓名 其实 如果以VIRUS函数来说 当然 以这个范例来看 如果你要查姓名 是不行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 先试试看 把刚刚那个lookup函数 记得把它分割啦 我是把它分割成一个查询界面 那lookup本身就是原来的资料来源 这个观念呢 跟那个资料库很像 所以那个 这个地方 寻找与参照这个范例 主要跟资料库的关联性 也还蛮大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呢 要查询资料 那个资料呢 是在另外一个table 另外一个表格里面的话 那你可以借由这种方式呢 去做资料的查询 这里我想各位试试看 按资料库的 沙方